週四 中美雙方高級別官員再次展開貿易談判 如果談判無法打破僵局 10月15日 美國將上調對華商品的關稅 週四 中共副總理劉鶴富美 和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與財長姆努欽會談 川普週四上午發推文表示 週五將在白宮會見劉鶴 英國《金融時報》引述消息人士說 中方本次在農業採購方面做出了大幅讓步 包括提議增購1000萬噸美國大豆 相當於32.5億美元的訂單 同意美國出口牛羊豬肉的所有要求 同意對進口流程進行60項改革等 中方希望以此促成一項臨時協議 來阻止10月15日 美國將2500億中國商品的關稅 從25%上調到30% 美國並不愛抵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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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抗 川普之前也在講 就是說他覺得過去中美貿易的過程當中 中國得到利益是遠遠大於美國的 我覺得也是事實 所以他覺得今天要有一個成功的地有的話 中方必須要有更大的浪步 白宮首席經濟顧問庫德洛7號表示 如果能夠解決中方政府補貼和市場准入等結構性的問題 美國願意接受短期協議 但是據《南華早報》披露 在本週一週二的副部長級會談中 中共依然拒絕討論政府補貼和強制技術轉讓問題 這位本輪高級別談判帶來了不確定性 如果我們做得正確的交易 我也想做它 我認為中國也會做得很好的事情 川普也直接講 如果沒有地有他也很高興 因為對他來講 10月15日 2500億中國進口的這個產品 就是從25%升到30% 增加5%的話 那就大概是125億美金 這個就是關稅的收入 我借關注 一些非經濟因素是否影響貿易談判 川普本週一表示 如果中方以不忍道方式處理香港問題 將影響美中貿易協議 美方還有整個西方的國家是絕對 不願意見到1989年天安門事件在香港重演 如果未來中國超過這個底線的話 那絕對的面臨到全所未有的制裁跟封鎖 那所有的貿易地友通通都沒有了 可能中國就會陷入真正的冷戰的一個情況 下個月 川普與習近平有可能在APEC智力峰會期間會晤 如果屆時貿易爭端仍無法解決 12月15號 美國將對價值1560億美元的中國商品 再加征15%的關稅 新唐記者 玲瀾 紐約報導 至少